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最近試著讀 通常覺得糞就算了 但真的好久沒有玩到這種 又糞又廢到笑的遊戲 境界 掌魂之刃 開發商是魔遊天下 沒什麼能拿出手的主要作品 就是一間小公司 發行商為世界新輝 為360的子公司 就是以前瀏覽到中國網頁 會騙你安裝防毒的那一間 遊戲最早於2019年發布情報後 就無聲無息 在去年陸續有開放內測 台灣之前也有人介紹過 而前幾天也進行了第N次的 付費三檔測試 我有去參照上次的版本 但依舊還是災難級別 沒有任何進步 而這次也沒有看到任何相關宣傳推薦 可能真的是爛到沒人想噴了 根據官方說明 遊戲是號稱有正版授權 還有原作深幽配音 我是不知道真假啦 但中國式的特色授權遊戲 都外銷不知道多少款了 我認為是僅供參考 遊戲的玩法是回合字卡牌 初始的畫面看似非常簡約 但卻是遊戲中做得最好的部分 當我們進到遊戲後 這建模的水準 我當時看到真的是笑爛 只能說是非常的粗糙 人物的動作很死板 語音搭配上去顯得非常的突兀 在角色塑造上完全感受不到靈魂 真的倒不如全程用力會 或者Life2D過場就好 我這邊展示其他幾個角色 碎峰 脖子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非常的僵硬 聶簡力 該說是意外的還原嗎 但沒有科學狂人的氣焰 比較像是滑稽的小丑 黑棋一戶 剛看過了 看看那媲美層之內的尖下巴 斑木一角 也是尖下巴一足 沒有漫畫中霸氣的樣子 松本亂局 還原的部分可能只有胸部吧 這個待機動作真的非常的詭異 茶渡太虎 為數不多看起來很正常的角色 石田雲龍 手上武器像是從minecraft撿來的 而造型也不太符合初始設定 這已經是後來的完聖體了 除生桃 還是2D比較好看 井上之姬 這個是你我以為的女主角 而這是遊戲場上眼中的女主角 在過場劇情中 她出登場的時候 我真的是直接狂笑 真的不知道是請不到 還是得罪了美術建模師 人物各方面真的都慘遭劣質化 後面配角群我就草草帶過吧 不確定萬劫後會不會有不同造型 但我知道 我是不會玩到那時候了 劇情本身沒有毛病 畢竟有原作可以坦 就算閉眼腦補都可以給過 但每當水主線登場的新人物 都會不斷給我破防 造成一波又一波的精神打擊 而最重要的戰鬥表現上也很糟 近年的施放特效張力不足 再搭配可怕的3D動畫 真的是滿滿的廉價感 而且新手教程 真的是我最近玩過最冗長的體驗 怎麼不乾脆順便教玩家怎麼課金好了 雖說這款遊戲彷彿10年前的作品 在建模立繪戰鬥都毫無亮點 但我有課金點是絕對不會讓玩家失望的 只要你想得到 沒有你買不到 盡可能將培養成本拉高 想方設法的榨乾玩家錢包 像是金幣體力都有購買次數限制 想要更多 請課金買VIP 而只要抽到SSR 一定會跳出相關的課金廣告 328人民幣讓你升一心 真的當玩家是傻啦 我寧可拿去抽一的藍捕一命 希望這款未來是不要上架 也不要外銷來荼毒台灣玩家 結論 一流的廠商創造IP 二流的廠商改變IP 三流的廠商換皮IP 下流的廠商毀滅IP 這款就是所謂的最後那類廠商 整體的感覺就像是拿現成的模組去模改 濃濃的量產M&O的集市感 想用最低的成本來割草賺錢 我最早接觸的死神遊戲 是一款叫做死神刀刃戰士 我不確定是玩一代還是二代 但真的是完全屌打這款 雖然是屬於主機平台的遊戲 比較上是不公平 但那款已經是2006年07年的作品了 應該也不算冤枉吧 有時候虛假廣告的垃圾換皮遊戲 頂多罵一罵刪除就算了 但這種把玩家喜歡的IP作品 做成垃圾上架 就真的有點過分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一個影片 你會把這個影片 拿來把這個影片 去那邊 請給你 你再到一個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 我來 有時候 有時候 吃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